打開這盒代購的蛋黃酥 雖然吃起來味道也不錯 但王小姐卻高興不起來 因為這盒不是她指定要的 彰化伯二家蛋黃酥 你既然就是打伯二家 相信很多就是看到伯二家 這三格子才會去跟你買 那買來的不是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跟你討 王小姐透過網路 得知有人專門代購伯二家蛋黃酥 於是訂了兩盒 但拿到手上卻發現 包裝多了日期標籤 吃起來口感也比較乾 他質疑代購業者余末混珠 對方原本還堅持代購的 就是伯二家 直到買家表示要報警 他才坦承是拿另外一家 技嘉蛋黃酥來充數 報警之後 他們就一起去警察局做筆錄 然後結果 那個上游是說 公署上游是技嘉 兩家蛋黃酥業者都在彰化 但伯二家的人潮卻多了好幾倍 兩家產品價格比一比 六顆裝的一盒差25元 但15顆裝的 伯二家一盒貴70塊錢 以伯二家一人限購兩盒30顆來說 代購轉賣一盒賺330 一天兩盒可以賺660 如果是拿技嘉蛋黃酥 當成伯二家來賣 獲利更大 博二家也緊急貼出告示 強調沒有員工私下從事代購 而代購業者稍早也在臉書道歉 強調會把錢推給大家 只是遲遲沒有後續的動作 一百多名買家 要向外購業者求償 甚至不排除提告詐欺 記得連鴉線黃重音台中報導